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角力郎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战争的幽灵 他近乎不死 左向无敌 却从来没有过官方记载 很多眼神家都想抓住他 获得他的血液 得到他的能力 但都以失败告终 极快的速度让他出击犹如闪电 几秒钟内就能解决一个七八人的恶心不顿 而无限的产能更是让他拥有一笔一百的划逼能力 如今的力郎已经隐退开了一个小外部 和自己的侄女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但当年杀戮的血雨腥风依然折磨着他 他甚至要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问他 杀人会不会有负罪感 他说 并没有 杀人对他来说就像楼下倒垃圾一样 只是一个动作 为何要有负罪感 心理医生惊出一身冷汗 问他 那如果别人要杀你呢 你不会害怕吗 绿狼一愣 杀我 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也不知死亡为何物 心理医生说 那我们可以掩饰一下 假如我现在要杀你 力郎霸气地回应道 你可以试试 心理医生只好用手笔划 我要开枪了 但刚一抬手 力郎就消失了 再一看 力郎已经站在他的身边 而且告诉他 如果是实战 你已经在盒里了 力郎犹如鬼门一般的速度 吓得心理医生魂都要飞了 力郎的心理疾病还没有治好 一生自己都已经得病了 思维极其不同寻常的力郎 继续和侄女一起生活 每天教他看暴力书籍 毕竟这是他唯一懂的东西 当然 他对侄女的爱 除了比较硬核之外 和其他家长没有任何区别 钢筋铁骨的力郎 有着一颗非常温暖的心 他不但对侄女疼爱有加 对待朋友也是肝脑徒弟 经常会带着侄女 会去看看自己当年的战友 战友面目全非落下了残疾 那是当年为了救力郎 留下的伤痛 这让力郎十分痛心 这天看门战友回来 力郎突然感到了一丝杀气 他立马让侄女先走 自己有点事情要办 超过常人的警戒点 和反应在这里发挥了作用 他快速地观察着街上的一切 时间仿佛变慢了 行人的动作也犹如慢放 在众人之中 果然看到了一个欠打的毛小子 对方也在看着他 此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向他走来 被力郎一个仙人敬酒 扭断了脖子 夺下了他的手枪 力郎霸气地朝街对面走去 对方开始开枪 力郎稍稍扭动下身体 就将子弹一一躲破 并且一边轻描淡写的闲停信部 一边将手枪拆卸 插进去一只圆珠笔 接步就来到了杀手面前 夜里一个大长腿的妹子走进了电梯 身后两个小哥哥开始兴奋起来 虚寒问暖的 妹妹冷不冷呀 妹妹乐了 温柔地伸出小手 你们要帮我暖手吗 小哥哥浑身乱颤地伸出了手 瞬间就被妹妹拉断 急吓着打废了二人 电梯门开了 小妹妹毫不留情 一下扯烂了对方的耳朵 此刻 行动的老大幻影正在酒店里 带着童子兵部署着自己的行动 他曾是厉郎的上级 一心想训练童子兵用于战争 却被厉郎破坏 几乎全军覆没 此次的他带了三个顶级杀手前来索命 目标就是厉郎 刚刚那个电梯妹就是杀手之一 部署完任务后 幻影大步离开 服务生走了过来 示意他们付钱 被小孩以剑封猴 当场倒地 晚上正在陪着侄女吃粪的厉郎 突然发现电视信号不对劲 立马察觉到 这是山羽欲来的信号 忙把侄女托付给饭店老板 自己一人走向了大街 一边活动着肩膀 一边轻描淡写的打倒一个又一个杀手 动作极其 赶紧屁 回到小麦夫的厉郎有点想吃东西 其实他从来不需要吃东西 但还是将一个快餐放进了微波炉 微波炉打开后 他拿出一些武精器具作为战斗武器 不一会儿果然有杀手袭来 但三下五出耳朵被厉郎连戈袋盘全部报备 杀完众人后的他看了一眼微波炉 快餐刚刚热好 古有关某人温酒斩华熊 兼由厉郎热饭灭杀手 此刻又有两人进来 他们是厉郎的战友派过来的帮手 但厉郎在战斗中几乎不需要他们 暂且只能让他们帮忙处理尸体 其他的别填乱就行 周晚厉郎去了电话亭给侄女打电话 刚刚的电梯女杀手悄悄走了过来 妹子直奔电话亭而去 单刀直入被厉郎轻易格挡 抓住身体直接摔向了天花板 被暴击的妹子依然不放弃 拿出匕首关机 但厉郎不但轻松血液 还可以一边继续打着电话 她妹子依然不放弃 结果被厉郎用电话线 直接缠住了脖子 一刀封喉 抬走 明天火葬场烧头炉 一个又一个杀手 都被厉郎轻松干掉了 欢迎派出了最后的王牌阿比斯 此人和厉郎曾是好友 二人格斗技巧几乎相同 有他在 加上幻影精心准备的天门大阵 一定可以干掉厉郎 此日 被厉郎战友派过去 帮助厉郎的小白和小黑发现 厉郎的侄女不见了 原来是被幻影抓去了 厉郎于是带着二人就侄女出来 在丛林里 厉郎安排了自己的计划 幻影在丛林里 至少埋伏了200名顶级特种兵 200个人 三个杀手打200职业特种兵 怎么可能 厉郎告诉他们 不用怕 你们负责清理杂兵 剩下的100多交给他 一人打100 怎么可能 有何不可能 厉郎可是速度比卢尔特 离小龙还快3到5倍 力量秒杀磨身 掌力超过硬尊 无限生命值的超级英雄 凡人 怎么可能打得过这种超级英雄 速度极快 力量无敌的厉郎果然天下无敌 加上身形百身的作战经验 和莱雾影去无踪 游如鬼魅一般的脚步 让他在战场上 几乎有个幽灵 莱雾影去无踪 而他本身就是幽灵 厉郎一路佛挡杀佛 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被他轻松撂倒 而且出招集集干练 每杀一人就换一个招式 连杀几时都没重过姿势 杀过一轮的力郎又换出弓兵铲 开始新一轮的花式收割 所到之处血流成河 王侯之怒流血千里 力郎之怒流血百步 遍地失海呀 敌人派出狙击手进去伏击 可是子弹哪有力郎快呀 轻轻抖抖肩膀 就将子弹一一躲过 燕双鹰看了会流泪 激怒李维斯看了会泄墨呀 燕双鹰还要猜子弹 力郎根本不猜身子一裂浅 就躲过超音速飞行的子弹 而且此人体力无限 杀了九十总能杀一白 绝不会累 他就是一个人肉核武器 敌人一看 你还是打毛钱要打 我还是打你的小弟吧 可是能做力郎的小弟 自然也是千锤百炼 飞檐走壁万夫不当之勇 一黑一白黑一白双杀二人 也是杀着敌人丢盔卸甲 望风鼠窜 但人有失手马有尸体 小白杀着杀着看到一个孩子 立马收手 这怎么还有一个孩子 结果立马就中计 原来这不是小孩 而是幻影训练的战军机器 童子冰 小白很快就身受重伤 被连击三刀后 一剑封猴 死求求了 不过力郎会被你报仇的 杀死小白的孩子 终于和力郎碰面了 被力郎耍得团团转 不要命的小孩 一怒之下拉开了身上的炸弹 要和力郎同归于尽 这一掌一端的功力 你挡得住吗 还走 和昨天那个妹子一起 多买一个壳 经过近四十分钟的对战 一百多特种兵被力郎杀的 还剩几人 这几个人也是不要命 连枪都不用 直接和力郎拼刀 当然可能是他们知道 力郎没躲过子弹 打了也是浪费钱 不如用刀 硬碰硬吧 力郎也拿出了自己的刀 这是受伤的战友送给他的 有了这把刀的情感buff 加上力郎本来就 核武器般的能量 小兵们更是被疯狂收割 死的要都华丽 有都华丽 气里喀拉的鸽肉声 丢丢的喷剑声 不绝于而 终于安静了 不到四十分钟 一个人干掉一百多 我们有燕双鹰 他们有力郎 要不是平行宇宙的问题 真希望这两个挂逼 能真真正正的打一场 幻影到堡垒内部 幻影正和力郎的直播 女子女讲述着力郎的传奇 力郎看起来虽然比幻影年轻 但实际上他比幻影还要大 过去几十年的著名战争 都有力郎的身影 但他就是死不了 还在战争中另提温风丧胆 力郎的侄女 也是幻影当年的试验品之一 只不过 力郎不想把他们训练成战争机器 才背叛了幻影 将女孩救出 成了亲人 力郎如今一定再次来救侄女 幻影就想借此机会抓住力郎 而此刻 力郎已经杀了过来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御前侍卫 救出了侄女 救出侄女 还不是唯一目的 杀掉幻影才是 力郎将侄女交给小黑 自己一个人去清理剩下的残兵 在又一轮毁灭向风沙中 力郎终于和传说中的阿比斯对上了 阿比斯身手果然不凡 还和力郎招式极其相似 尖叫严陈法都用得极其纯熟 而知道力郎近乎无敌的阿比斯 也是柔备而来 多次阴招让力郎吃别 并不停地用手电筒 晃得力郎睁不开眼 但力郎早就和柯震恶一样 练出了听风变形的能力 一拳就将阿比斯打飞了出去 来走 昨天女孩 今天小边 格子很红 战斗了一天的力郎 终于累了也受了伤 他走向大街 走向了最终boss 幻影 力郎知道 幻影是想用前面200多人 消耗自己的体力 他大叫着 来啊 不是想要我的血吗 原来幻影是想通过 得到男主的血的方式 获得男主一样的实力 才费尽如此大的力气 而如今 看着筋疲力尽的力郎 他知道自己终于要得手了 他开始对力郎进行心理打击 不断地用心理控制的方法 暗示力郎 力郎果然昏昏欲睡 看来催眠有效了 不一会儿幻影已经走到了力郎面前 一把钢刀 一刺到了力郎的脖子 老头 一动手就动手 怎么那么多话 而此刻被捅了一刀的力郎 也再也支撑不住 终于倒下 几天后 侄女将力郎送给他的书埋葬 小黑将会带他一起生活 并将他养大 二人走后 沙滩旁边的力郎 愉快地合上了打火机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重生的故事 这他们要的不是重生 这简直就是不死 电影几乎没有情节可言 从头打到尾 看这种编子 大家也就不要讲究了 先找个地方把脑子放起来 一让眼睛工作就行了 看累了就歇会儿 睡着也行 醒过来发现还在打 而且一直是力郎在打 情节也是接得上去 毕竟你睡着前 力郎一人打100会懂兵 睡醒还在打 尾的区别可能就是 刚才打的是第50个 现在打的是第90个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电影金山脚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